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钱道 最近有朋友问我 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经济很差 但是股市上的却很好 而咱们这个中国 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应该说控制的是比较好的 经济的恢复也比较快 最近的这个股市也开始上早 那么咱们中国的股市 它会不会走出一波 类似于像美国股市这样的大流失呢 我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但是我的回答可能要让很多人失望 中国股市不出意外 确实应该会走出一波慢流行情 但是我个人认为 哪怕是我们这个中国经济 已经全面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了 但是我们的股市可能也不太 会像美国股市这样走出十多年的 这样一种大流的行情 其实我说这个话呀 并不是说给中国股市泼冷水 也不是说在这里畅空中国的A股 我是觉得 咱们每一个做股票的股友 都应该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我认为中国股市 不会像美国股市这样上造 因为美国啊 它是一个典型的金融资本国家 美国现在它为什么要跟中国打贸易战 它为什么总是提 所谓制造业回流呢 那是因为美国现在 国内严重的生产力不足 甚至它连生活必需品 它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为什么 就因为这个美国它躺在金融的雪袋上 它吃得太饱 当年的美国呢 可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不管是飞机 汽车 甚至牛带哭 它都是世界市民的 美国是世界制造业巨头 上个世纪60年代 这个制造业就占据美国经济的60%以上 但是后来美国呢 它就开始搞产业升级 还有这个国际分工了 推行全球化 那么工业第一大国的地位就失去了 里根执政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这个制造业 占这个美国经济比重呢 已经不到40% 但是到小布什执政的时候 更是下滑到历史最低点 9% 那么从这个2000年到2010年这个10年期间啊 美国这个制造业的工作数量 它从1700多万逐年递减 到最后剩下了1100多万 美国搞全球化 它把低端制造业分流出去 就是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不同的车间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实现跨国公司的收益最大化 当然美国的三大股指就会不断的往上走 美国大量的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商品 然后呢 他们向这个发展中国家提供投资 因为美元它是国际货币嘛 美国靠着巨大的贸易立场 然后呢 发展中国家就会拿到大批的货币美元 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贸易盈余了 它要是想买核心技术的话 对不起 美国人它是不会卖给你 这样的话 贸易顺差的大量美元 那就只能够回过头来 再投到美国的资本市场上去 那美国主要就是让你买国债 这样美国它就有两手来增发了 一手呢 增发货币给你 一手呢 卖它给你增发的国债 这样它两手它都是赚钱的 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所谓的 今天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 游戏规则是人家定的 美国金融资本全球化 那是产生的巨额的收益 但是这个也是一条不归路 那大家想一想 金融资本能够带动的就业能有多少 华尔街那么大的经济总量 就业量大概也就30万 大纽约地区就一两千万人口啊 有多少能够到华尔街去就业 2011年的时候9月份 美国就曾经爆发过 占领华尔街运动 那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它脱石向虚啊 跨国投资公司呢 算的是盆满钵满 那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社会矛盾激化 大规模的企业外移了 到发展中国家去 那美国本土的工人就失业了 失业了那就没有税收 没有税收呢 那政府的开支就得去发斋 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今年美国之所以 它又爆发那么严重的冲突 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失业率上升的 太快的缘故 那么这一次新冠疫情呢 美国有多少人失业 大家想一想 有多少企业关门呢 但是它并不影响股市的上场 因为特安普总统呢 它不会让股市掉下来 美联储它是无限量化宽松 增发了那么多的货币 有多少是真正用于老百姓的升级 我们都知道 绝大多数都进了企业 企业拿到补贴 或者通过企业这个债 发债圈一笔钱 然后再到二级市场上 去回购自己的股票 来推高自己股票的价格 这样赚钱多容易啊 企业它何必再费尽心思 去生产产品 去扩大它的什么生产规模 去消除产品的 你要通过这个赚钱 很累的 它能够把自己的股票 炒高来赚钱 它就不愿意做事事了 不愿意去做实体生产了 这样一来呢 美国股市的泡沫 就锐翠越大 泡沫 肯定还是泡沫 现在没有泡 不代表会永远存在 中国呢 它就不一样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 产业资本国家 所以中国现在被叫做 世界工厂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有三波投资潮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 我们是经历了第一波投资潮 当时邓公南巡讲话 点燃了这波投资热气 那个时候我们主要做两件事 就是成立经济特区 然后呢 开放沿海城市 98年的时候呢 当时由于东南亚 金融风暴冲击 那么我们国家的经济 也进入了一个寒冬 那么为了摆脱危机的影响 这个时候我们又开始 第二轮投资潮 那几年的话呢 这个经济政策 97年的时候 当时是稳中求进 98年呢 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 99年呢 当时突出抓好国际改革 2000年 当时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到了2001年的时候 就推出扩大类虚 到02年的时候呢 就开始积极财政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 那么这一轮投资潮呢 当时是到04年的时候 因为防止经济过热 开始逐步的收缩 到了这个08年年末 第三轮投资潮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嘛 中国开始救市 标志救市 4万亿 那这三次投资呢 它都带动了基建和房地产的发展 投资基建 包括像钢铁 煤炭 房地产 房价的话呢 也被炒高了 包括呢 还有一些新的一些过生产业 像光伏产业 那么总结下来呢 改革开放以来啊 这三波投资潮 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个模式 先投资 然后呢 发生过热以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降温 那么这三波投资潮呢 应该说啊 我们总能够不断根据 国内外的形势变化 然后及时做出 战略性的一个调整 那么这一次呢 新冠疫情 我们就进入了 第四次的投资潮 大家有没有发现 前面三次的投资潮 中国投入金融领域的很少 那么我们也可以预见 这一次投资潮 进入金融市场的资金 也会控制 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经济增长 三架马车是吧 消费 出口 投资 比如 这一次 受到一个新冠疫情影响 消费出口都受到影响 那就剩下投资 这一架马车了 那么中国怎么来应对危机呢 那就是什么 投资 拉动 增长 前面三次投资潮 我们都是有大量的经验 我们也蒸发国财 但是我们不是说 像美国那样大量印钞 然后去撒钱 给老百姓消费 我们现在是以什么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两个循环 就是国际国内两个循环都要有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中国融入全球化 变成一个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模式 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政府呢 直接用国债大规模投资基本建设 以前我们发展大基建 现在大基建宝和了 我们发展新基建 强调乡村振兴 生态文明 我们要求金融部门必须要服务于实体 不让金融部门把过多的钱 投入到虚拟经济 投入到资本市场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美国一样 把钱投入股市呢 美国股市涨到29000年 10年以上的流失 我们上不去 那个跟管控有关系 并不是说我们的资金量小 人民币也在不断的蒸发 但是我们不能够让资金过多的流向资本市场 流向虚拟部门 我们得让银行啊 还是要去做一般的一些信贷业务 去扶植各种各样的实体部门 实体部门尽管这个赚钱的周期好像比较长 但是我们维持了十几年的 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 那就是投资的实体部门 其实呢 那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啊 都是在扩张货币 但是扩张货币的用途那是不一样 这个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美国是做什么 它是投入到虚拟经济 到最后就成了债务 中国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政府 这个二十多年 都是用国债大规模的投资基本建设 针对的就是科学发展观 所要解决的最大矛盾 就是所谓的三大差别嘛 区域差别 城乡差别 贫富差别 投入到实体经济 收效却是慢 但是钱投下去 那就变成资产了 所以中国和美国之间 它在发展的方式上 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的 那为什么中国股市 不会像美国股市这样涨呢 我觉得 其实这就是投机和投资的 一个最典型的区别 当然随着这个我们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 我相信咱们中国的股市 会拥抱一轮像样的行情的 而且呢 可能是几十年持续的一个慢流行情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朋友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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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